祖爱的弟兄姐妹 祖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圣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则二十四节 愿主耶稣的故事使您安心体验天主的爱 首先请聆听这段福音 那时候有一个同习的人向耶稣说 将来能在天主的国里吃饭的才是有福的 耶稣对他说 有一个人设了圣宴邀请了许多人 到了宴会的时刻 他便打发仆人去对被请的人说 请来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 可是客人都一个一个借口推辞 第一个对他说 我买了一块田地 必须前去看一看 请你原谅我 另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试他们 请你原谅我 别的一个说 我才取了妻 所以不能去 仆人回来把这些事报告了主人 家主就生了气 对仆人说 你快出去到城中的大街小巷 把那些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瘸腿的 都领到这里来 仆人说 主 已经照你的吩咐办了 可是还有空位子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到大路上 以及篱笆边 勉强人进来 好坐满我的房屋 我告诉你们 先前被请的那些人 一个也不能尝到我的宴席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 您愿意在天国里吃饭吗 这个问题有点超俗 可以当做梦想来想 您的向往是什么呢 我很羡慕那个与耶稣同习的人 他可以向耶稣问一些 关于天国的事 他应该是积极敷衍的人 如果您与耶稣同习 您最想问的是什么呢 福音中 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表达的是 天国的主人 多么期待 被邀请的人 能够积极敷衍 与他共享盛宴 可是被邀请的人 只顾自己的事 对主人的邀请不感兴趣 所以 主人不得不另想办法 把所有的人都请来 好能坐满空位子 参加邀请的人 与主人建立了好的关系 拒绝参加邀请的人 与主人的关系破裂了 以至于主人说 先前被请的那些人 一个也不能尝到我的宴席 由此 他们失去了在天国的位置 弟兄姐妹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梦想 或者向往 永远别忘记 一定要对天主 做出回应 回应天主 是一种行动 回应天主 是关系的继续 回应天主 是为了不失去将来 愿天主 祝福我们 阿们 premiumbeat.com premiumbeat.com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